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家那个上海用你钱买的房子好多批你在跟我逼逼真TMD让我恶心 报徐亚军在上海养好几个女人她在台北都见过 再转发自己的贴文叫小S的女儿们离王家人远一点 再扯出新人物唐老师 指称她是徐亚军挡肩牌要大家去问问她 再跟我逼逼让你老婆闭嘴你管不了我管 本人我小飞不怕事也不躲事 斯诺斯害死我们全家你在跟我逼逼 我会找我了解的律师起诉 我在台湾没人但是对你我有的是人 好了说了那么长串先来解释一下 逼逼到底是什么 逼逼逼逼也称作逼逼 大S的经纪人21日晚上也忍不住同行发文 直接点名汪小飞就是在婚姻关系中外遇的那一方 文中写道 关乎到情分越变关系只会越薄 尤其对一个还念在夫妻一场有家人的母亲而言 心中总有一丝期待对方 有天能把家人权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 指汪小飞大街上骂人总在小巷子道歉 上周才含泪说完感谢把家人带得那么好 这周要上演家人争夺战 真的不是家人是真再婚那吞咽不下的一口气 离婚协议书无论条件或金额 都是在清醒的情况下亲自签名用印的 如同婚内外遇一般 亲自干出来铁针针的事实 大家到底该相信什么 毕竟连我们都不相信 这是当初所认识的那个人了 也说奶奶张兰直播带货 线上人数破好几万人次 边说要奏记者还要撕一人的嘴 直播结束卖了一万箱的酸辣粉 酸辣粉无罪 这辛酸的酸辣粉铁钉吃起来特别够味 我们的酸辣粉啊 买了一千多万档 更在留言中回复 汪小飞喝了酒对西元说的话 会令你无法置信 可惜不能公开会上头条 也说有欧巴之称西元现在开心多了 汪小飞原定22日下午来台 但似乎无法如期开战 这场恩恩怨怨势必还得延烧一阵子了 Shut the f**k up